刚刚请你帮忙留意的问题 你听出来了吗 Yes, Mr. Williams has a bad code too 在今天的课程里面 我们将一起学习如下的要点 在词法方面 我们要学到形容身体好 他用什么单词呢 good和well都是一样的吗 yet表示还没 什么时候用呢 情态助词他的否定型是怎么表达 还有表示病症的词汇 你还记得有哪一些吗 在语法方面 我们要学到every和each都表示每一个 难道他们还有不同吗 咱们首先来看今天的词法环节的第一部分 形容身体好 那通常来说 说到形容身体好 我们以前只知道好或者是不好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好还有更好呢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如果想表达好的不同的层次 那英文里面怎么表达呢 哦原来有三个级别 原级就是单词的原型 good和well都可以用来形容身体好 那如果说 哇他比我更好 哦叫better 他是一个比较级 他比我好 一个单词能表达这么丰富的信息 如果这个人身体是最好的 怎么说best 在英语的语法里面叫最高级 是吧 有原型 有比较级 有最高级 哇原来形容词还可以这么有趣 我们关心别人说 你还好吗 how are you today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如果说正常情况下 没有前因后果 你就说 I'm good 还不错 但如果说你的朋友知道你以前身体不舒服 今天表示再关心一下 how are you today 他如果说今天怎么样 如果你感觉好一些了 你可以说 I'm better 其实隐含的说 以前我不好 今天好多了 咱们来看词法的第二个方面 学习一下情态注词的否定 咱们情态注词积累到现在 已经有三种了 需要叫need 那不需要呢 叫need not 是吧 不需要 不必 那他通常有一个缩写叫needent needent 不必了 什么情况下会用这个句子呢 比如说 老师我今天作业忘家了 那老师 哎算了吧 你不用回家拿了 you needn't go home 在这样的场景里叫不必了 本来你应该去做的 别人说 省去你的麻烦 那不能 can not can表示能 can not表示不能 通常缩略为count 每次发音也读can't 什么时候用count 给你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在学校里面 课文没背完 老师跟你说 你不能回家 you can't go home 咱们再看一下 第三个责任最大的情态注词 叫must 那must叫允许 那不允许呢 叫must not 缩写为must 什么时候用must 你的老师会在你作业没做完的情况下 说你不准回家 you mustn't go home 不允许回家 这个所谓的情态注词 是表达说话人的感情和状态的 大家可以理解了吗 如果你听到这节课不理解 为什么传统语法都叫情态动词 而landy说他叫情态注词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讲过 一个句子里只能有一个动词 动词前面的都叫注词 所以这里叫情态注词 当然这也是landy跟普通语法书里面 语中不同的讲法 希望能够帮你更轻松的理解情态注词 well done 我们来进入今天词法的第三个部分 我们来学一个很多学生很困惑的一个单词 叫yet 有些学生跟我直接说 老师我不会用 我看到了我也看不懂 来今天landy一次性给你讲明白 yet表示还没 当yet出现的时候 你要能够感受到 它隐含的两种强烈的情感 哪两种呢 分别来看一下 yet只能用在否定句 或者是疑问句里面 它在疑问句里面 第一种隐含的强烈情感 出现在否定句的句尾 它表达 你希望呢 现在说的事情暂时还不要发生 比如说 you mustn't get up 这个get up是你起床对吗 yet you mustn't get up yet 就我不希望你起床 好了 yet在否定句里面出现 表示你希望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发生 那咱们再看看yet在疑问句的句尾 是你希望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 比如说 你妈问你吃饭了吗 你妈问你作业写完了吗 你妈问你到学校了吗 她都希望这些事情已经完成了 比如 我们来看个例句 is everything ready 这个事情都准备好了吗 后面加个yet 好 加了yet 居然你还没有完成 这怎么可以呢 表达这种强烈的情感 你现在可以理解吗 所以同学们 在Landy解释完之后 你能够感受到yet 在句尾传达出来的两种强烈的情感吗 OK 太棒了 我们来到了词法的第四个环节 我们来复习一下上节课学习到的表示病症的词汇 你其实记住一个动词have 后面加上不定观词 或者是an再加上病症 比如说 大家注意一下 耳朵疼 耳朵的首字母是原因 所以要加an 好了 恭喜大家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句法环节了 咱们今天要比较两个词 它们都表示每一个every和each 加上名词的单数 那都是每一个 难道有区别吗 还真有啊 each of 它用在两个或者大于两个的名词前面 比如说我们的手 肯定就是首先是双手吧 所以它用each 那every呢 它要用在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名词前面 我们来看一下课文的原句 he must remain in bed for another two days 这里说到强调的是再待两天 然后呢 医生又说 he can get up for about two hours each day 说的是这两天里面的每一天 是不是用的是each 好了 接下来 掌握 each是大于等于二 every是大于等于三 我们来看看下面有几个短语 看你能不能自己选对 大家可以暂停一下视频 自己猜一下答案 每一只手肯定是大于等于二的是吧 肯定是each of my hands 那每一个手指呢 这个手指是大于等于三的 所以只能用every one of my fingers ok 请问最后一个短语 接到的两边用什么 each side of the street 接到两边也是只能是二 所以你现在 你会通过这几个例子理解 each和every的区别呢 alright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 我们来做一个快速的小节 首先在词法方面 我们学到了两个 形容身体好的单词 good和well 不仅如此 我们还学到了 它的比较级 更好叫better 最高级叫best 我们还学到了 表示还没怎么样的 这个单词叫yet 这个词只能用在否定句 和疑问句里面 去表达一种强烈的情感 否定句叫 我不希望你这件事情 已经做了 疑问句叫 啊 怎么还没做呢 这两个区别 大家用熟了之后 会感觉到非常明显 我们今天还学习了 情态注词的否定形式 我们学习到了 情态注词的否定形式 分别是can 变成cannot need 变成need must 变成must 一个比一个的情感 要更强烈一点 我们还复习了病症的词汇 它的结构很简单 就是have 加上冠词 再加上病的名称 比如说have a cold 最后咱们在句法里面 学习到 每一个表示 every和each的区别 each是大于等于2 比如说手啊 腿啊 等等 只能用each 那every呢是大于等于3 比如说手指啊 五个手指肯定用every 通过对课文先进行听说训练321之后呢 再来进行词法呀 句法呀 还有口语运用的全面学习 我们对所学的课文就有了全方位的掌握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听说训练321 那赶紧去练习吧 现在是时候秀出你的实力了 Lennie老师把课文用图片的形式呈现给你 请你尝试着通过图片来复述课文 那让我们来尝试一下吧 How's Jimmy today? Better Thank you doctor Can I see him please Mrs.Williams? Certainly doctor Come upstairs You look very well Jimmy You are better now But you mustn't get up yet You must stay in bed For another two days The boy mustn't go to school yet Mrs.Williams And he mustn't eat rich food Does he have a temperature, doctor? No, he doesn't Must he stay in bed? Yes, he must remain in bed for another two days He can get up for about two hours each day But he must keep the room warm Where's Mr.Williams this evening? He's in bed, doctor Can you see him please? He has a bad cold too 如果你能够通过图片将课文复述出来 那就要恭喜你圆满地完成了本节课的学习 通过对课文先进行听说训练321之后呢 同学们就会发现 曾经枯燥很难理解的知识点 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听说训练321 那赶紧去练习吧 我是兰迪老师 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See you next time Bye for now